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画是中国画的简称 国画是中国的传统绘画形式 历史远远流长 国画的基本工具是笔 墨 纸 燕 技法上分为工笔和写意 按照题材 国画可分为人物画 花鸟画和山水画 国画的产生 发展和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先秦两汉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 隋唐五代时期 两宋时期 元代绘画和明清时期 国画萌芽产生于先秦时期 商周时期 壁画已经相当流行了 汉代绘画主要是博画 壁画 画像砖等形式 西汉末年 佛教开始传入我国 绘画的宗教题材逐渐兴起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画 主要画人物 真正意义上的国画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这幅画是东京画家顾凯之的代表作 《女史真图》 原本有十二段 现在只剩下九段 这幅是第四段 画的是三位妇女 日常梳妆打扮的场景 左边的两个女子在对镜梳头 右边的女子一个人在照镜子 三人的姿态都不一样 画面让人感到非常的文静 端庄 画上最右边的女子 那专注的样子 是不是能让人感受到她那种 顾眼自怜的神态呢 这体现了库凯之的传神写照的绘画理论 她的人物画不仅要画形 还要体现人的神态 气质 可以说是神行兼备 魏京以后的隋唐时期 是国画发展的一个高峰 画作很多 但是留下来的很少 因为国画太难保存了 隋至初唐出现了很多画家 最有名的是斩子前《无眼力本》 唐代绘画在隋的基础上 获得了全面的发展 画家吴道子在山水画和人物画领域 成就都很大 这幅画是吴道子的代表作《宋子天王图》 画的是印度金范王和他的夫人在稳步前行 剑范王怀抱的是他的儿子 也就是以后的施迦牟尼 这幅画画的是异域宗教故事 可是我们看到这三个人物都本土画了 和古代中国人没什么两样 说明人物画中表现宗教的形象 正逐渐的生活画 这种独特的宗教图像样式 被称为吴家样 我们可以看到这幅画很注重线条 人物的衣带好像随风飘起来了 很有动感 这正是人们说的吴代当风 从他的画中可以看出 唐代的人物画已经发展成熟了 如果说唐代是国画发展的一个高峰 那么宋代可以说是国画发展的黄金时代了 宋代的遗存比以往任何时代的都好 国画大师王冰宏曾把唐画比作面 宋画比作酒 说圆画之后就像酒里掺了水 越往后掺的水越多 到今天已经是有水没酒 没有味道了 这番画足以让我们知道 宋代画作的卓儿不群 我们先来欣赏一幅北宋的花鸟画 这幅画是芙蓉锦鸡图 画的是一只锦鸡突然飞到芙蓉枝头 枝叶在颤动 是一个油镜到冻的瞬间 我们看到这只锦鸡身上的毛是用细碎的笔调勾出了质感和方向 头部黄色羽毛用细笔拉出丝丝 是不是都能让人感觉到毛茸茸的呢 再看旁边的蝴蝶 翻飞灵巧 这幅画画的本是锦鸡 芙蓉和蝴蝶的故事 左下角却写出两只菊花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作画的人是想用菊花渲染秋天的气氛 还可以作为芙蓉花的参照物 让我们知道高低未知 这幅典雅高贵的画出自大家之手 它的身份也同样高贵 就是北宋一位皇帝宋徽宗召集 宋徽宗本人擅长书画 在魏时成立了汉林书画院 还亲自书题举办绘画考试 北宋的宫廷画院因此达到吉胜 提到北宋 有一幅画是我们不得不说的 很多人都听过 这就是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全长五米多 是张泽多所画 属于宫徽画 这幅画画的是北宋变京和变河两岸的景象 画面表现的清明上河 是当时的民间方徐 和今天的集会差不多 这幅画画的东西非常多 内容丰富 有的人说画上有五百多人 这是最常见的说法 还有人说有八百一十五人 甚至有说一千六百九十五人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人数就超过了四大名著中的任何一本书中的人物 一看画中的人物和东西多 画的结构却是很严谨的 反而不乱 段落分明 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 画中的每个人物和景象都安排的很合理 有动有近有书有密 这真是考验画家 对画面的组织和控制能力啊 北宋的花鸟画 方俗画成就非凡 山水画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了 下面的这幅是北宋画家李成的传世画作 茂林远秀图 从这幅画可以看出当时山水画的特征 第二幅是马远的梅石西幅图 第三幅是下归的西山清远图 观察这两幅 我们会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画面是不是留白很多呢 第二幅画仅画了左上角的景色 第三幅画给人感觉只画了下半面 马远的构图多用一个边或一个角 下归长画半边景 所以有马一角下半边的说法 二人也并称为马下 对比这三幅画 我们会发现山水画在北宋时期 主要是全景山水图 到了南宋 全景式山水则变成了边景山水 而且更注重画的意境 更生活画 自然画 到了元代 文人画占据画坛主流 文人画是什么呢 就是当官的士大夫和不当官的文人所画的画 所以又叫世大夫画 文人 肯定很有文化和内涵 所以他们作画表现的都是自己的情趣和理想 创作很自由 画的都是山水 枯木 竹石 梅兰 这幅画是元代画家赵孟福的玉玛图 我们会看到画上多了一样东西 那就是书法 赵孟福本身还是位很有名的书法家 元代的文人画多是诗 书 画的三结合 重视书法 文学修养 和画中意境的表达 我们在欣赏这幅玉玛图时 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点 明代 国画画派繁多 传统的人物画 山水画 花鸟画盛行 文人画的梅 蓝 竹 及杂画都很发达 明代有宫廷绘画 热派 松江派 和无门画派 无门画派的代表人物是沈舟 文征明 唐银 与求银 被称为无门四家 无门四家的成就杰出 在当时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新代国画 延续元、明的趋势 文人画风靡 国画流派众多 有早期的清初四王 四僧 金陵八家 中期的扬州八怪 和晚期的海派 廉兰画派 其中四僧之一的八大山人 他的风格十分独特 八大山人 名叫朱搭 这是他的两幅画 我们仔细看画上的鱼和鸟 尤其要注意它们的眼睛 是不是觉得它们都在朝着你翻白眼呢 生活中 鱼和鸟的眼睛都是圆圆的 眼珠也不会动 八大山人画的鱼 鸟会翻白眼 让人感觉到哭泣 不满 和愤世极俗 这两幅画表现的不仅是雾和景 更反映了画家的心与情 了解了八大山人的特殊身世 我们就会理解这些瞪眼鱼 和白眼鸟所表达的含义了 八大山人本来是朱元璋的第十七子 的九世孙 清朝统治后 他薛发为僧 国恨家仇的这种移民之情 只能用画来表达 八大山人 曾在一首提画诗中写道 墨点无多 泪点多 山河仍是旧山河 这一句 墨点无多 泪点多 足以表达了他的悲愤 无奈之情 以八大山人为代表的清初四僧 他们敢于标新立意 一反传统 对清代的扬州八怪 和近现代画家 都起到了深刻的影响 欣赏了几幅传世名画后 我们会发现 国画重视线条和意境 题材都以自然为主 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哲学观和审美观 画家都是借景抒情 托物研制 体现的是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 中国画 蕴含的是画家的笔墨 诗人的心境 和哲人的睿智 它不仅带给我们视觉上的美好 它会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升华和慰藏 却有丰富而深刻的原文内涵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国画 欣赏国画的意义所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